上次說到西門慶拿了胡增藥之後 馬上就找人試了 當日下午 他就丟到拼庫王六兒的家 倒了杯燒酒 吃了一粒藥丸 之後就和王六兒翻雲覆雨 一直忙到晚上十點多鐘 但是這時候的藥力還未燒 西門慶心想 嘩 這種胡增藥這麼厲害 回到家之後 他還要找吳月亮 吳月亮就不肯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蝕尼姑曾經交代過他 一定要在任子日這一日吃了藥之後 才可以有弟弟 所以就算西門慶死誒難誒 吳月亮怎麼都不肯過他 沒辦法 西門慶又扔過去李平兒那邊 李平兒就因為帶著他的弟弟哥 不肯 西門慶就慢著在這裡求 幾乎要跪他 那麼就求了一大輪 好 勉勉強強同意 但是有一個條件 就是哄小弟哥睡著才行 誰知道這頭哄到他睡著了 一會兒他又醒 醒了之後 咳咳的聲哭 又哄他 很艱難才等到他睡著 誰知道準備動手的時候 弟弟哥又醒了 哎呀 如是者就搞了三四堂 最後這一堂就哭到收不到聲 西門慶當然是急頂的 對了 周身就像火燒一樣 最後怎樣呢 沒辦法了 他立刻就飆了茶桌的樹 拿起一杯冬茶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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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氣就喝了三四杯 嘩 嘩 那些冬滾水就灌到肚子的樹 這樣才沒事 嘩 辛苦得他死了 當然 從日頭兩點幾鐘吃藥之後 一直到躺下 那時候已經是凌晨四點幾了 哈哈 你說那個和尚那些藥是不是認真討厭 到了最後 吳月亮真的有了石老哥 在這處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跳過了一些情節 吳月亮之所以有石老哥 據我的推測 這個和那個什麼薛大師 薛尼姑所選的日子 和他所開的藥 關係就不是很大的 按照我們所掌握的生理衛生常識來說 仇人的基本條件 我相信你也可以數得一二三四五出來 所以在這處我亦都不再啰嗦了 現在回頭說回潘金鏈 我相信大家還記得西門慶的那個書童 就是那個藍寵 之前李平兒不是打上了他一頓飯菜 他拿了一些飯菜回去之後 就請那些伙計吃 誰知道就沒有叫到那個平安儀 而這個平安儀就懷恨在心 走去找潘金鏈學是非 想把這個藍寵 西門慶的這個藍寵 和李平兒關係都不錯 所以平安儀就找到潘金鏈的時候 就說了一大堆東西 其中就說到說李平兒 因為生了一個弟弟哥 所以好受西門慶的重恨 這句說話就刺激了潘金鏈 再加上西門慶對李平兒就百依百搶 要一奉濕 無形之中就冷落了潘金鏈 潘金鏈當然是妒忌的 自己又沒有兒子 所以他就想了一條讀計 想害死西門觀哥 使得李平兒失寵 使西門慶重新回到自己身邊 說話說潘金鏈在家裡 就養了一隻白貓 這隻白貓身上的毛 好像雪那麼白 而頭殼頂的樹 就是有一批黑毛 那這種貓就叫做雪中送炭 又叫做雪獅子 潘金鏈是很喜歡這隻貓 潘金鏈叫他拿毛巾過來 他又懂得拿毛巾過來 叫他拿把線過來 又懂擔把線過他 所以潘金鏈連睡覺的時候 都是抱著他來睡的 這隻貓是很生性的 從來都不會在屁肚裡 餓屎餓餓 總而言之就呼之即來 就揮之即去 這隻貓就不吃熟食的 只是吃生肉 所以這隻貓就養得肥肥壯壯 潘金鏈很疼他 中朝無日都躲在房間裡 靜靜地用紅色的券布 包著生肉 叫貓撲食 所以那隻貓一見到紅色的布 就會撲上去揮 因為他覺得揮開了紅色的東西之後 裡面肯定會有肉食 這一天 真是有不合得不合得 西門官哥在外街那張礦床的樹玩 而他身上邊穿的是一件紅色的衣服 而這隻貓這隻貓在礦床扶手的樹 他看到西門官哥在礦床的樹動下 大玉坎在那裡玩 以為有東西吃 就撲到西門官哥的新樹 慢慢地在那裡揮 慘了 西門官哥那件衣服就被他畫得爛了 身上邊就血肉模糊 一個小孩子讓 orada竟然把貓凸硬 當然放挺 怯狹地喱本 � раз Nh 것을哭 喊得幾喊之後那一條喜當時 alternatives BUT 不了通開 手腳的是不宜地在此在那裡擊掌 那個奶媽便嚇壞了 即刻扔著飯碗來抱著他 那隻貓更飆過來搶 幸好有个丫鬟拿起扫把 扫把就拍下去 那只猫一声就飙了出去走了 李平儿在后边赶过来一看 吓死他了 这时候吴月亮也听到声 在旁边赶过来 走到入房 他见到小孩的双脚不泄地在这儿抽 双眼反白 口就慢地飙了白泡 咳咳声好像鸡仔地在这儿叫 吴月亮就问潘金莲 是不是你只猫吓死他了 潘金莲当然说不知道 吴月亮见他小孩吓成这样 已经抽筋了 他立刻就吩咐家人叫留婆过来看看 没多久留婆过来了 把了阿墨 拿了药出来 叫开他口 灌药给他吃 跟着还说要帮他针够一下才行 当时留婆就在西门观戈的眉窄 颈巾 两手关尺 以及胸口的树 总共就倒了五针 这儿小孩还是纷纷沉沉 一路睡到天黑 直到西门兄回来都还没醒 那留婆见到西门兄回来 那当然是荒顶的 吴月亮也静静地给了五百元过他 那留婆收了钱 一阵烟就走了 书上讲到 说这个留婆医术不高 选月位选得不准 五针刺下去之后 对那儿小孩就构成了致命的伤害 书上不停写的 不料被捱火把风气反于来 变为万风 就是将急经风就变成了万经风 来里抽搐的腸肚移皆动 屎尿皆出 大便窝出五花颜色 眼目忽增忽弊 就是说这个小孩的肚子 就慢地在这儿搓着搓着搓着 并且飙屎飙尿 拖出来的屎是几种颜色的 而双眼时闭时闭 整个人纷纷沉沉硬是不醒 奶都不肯吃 这阵时李平儿肯是慌得他死了 周围去求神问卜 瞒着西门庆 叫了那个留婆过来家里跳大臣 作完法之后 又是请个舌尼姑回来烧纸马 跟着避齐的香花灯烛在那儿念经 整整整几天 小孩依然是这样 咦 这样搞法不行 不就立刻就叫太医过来看看吧 请回来的太医还是专科医生来的 好了 所有的方法都试齐了 不行 最后的小孩连水都不肯喝 即使灌进去 他都吹出来 死了 怎么这样的 李平儿看见心伤 总之守着他日哭夜哭 这一日 他哭哭的时候 他访访忽忽忽 见到花子虚就走到自己身边 此见花子虚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 骂他说 你这个淫妇 你为什么偷了我的东西 送给西门庆啊 现在我去告你 李平儿就立刻扯着衣服走 黑袖这样就醒了 而自己的手正是拿着西门官哥的衣服 发梦就见到前夫花子虚 而拉着的呢 他是自己的儿子 哎呀 难道花子虚托梦过来追仔 李平儿这阵时 放得周身飘冷汗 连毛管眼都冻得起 死了死了 今次死了 第二天 西门官哥只懂得扯气 翻了白眼 口有气出就没气入 哎呀 西门庆都不忍心 看见他这么辛苦 走了出去 坐一张衣服就长遮短探了 怎么知道过了半盏茶这么久 西门官哥就一命污呼 断气死了 而死的时候 才得过一岁零两个月 李平儿见到他儿子死了 哎呀 悲痛欲绝 一头就撞在地树就哭到暈了 判今年是平时用红卷包肉去训练 这只猫 有人说这种做法是非常之阴毒的 使得那只猫就见红就抓 导致抓伤了西门官哥 并且受到过度的惊吓 然后又请了最信德国的老婆回来医 结果导致嚴重误治 最终半个月就死了 西门兄经常说一句说话 你们不要相信那只老淫婆的乱针乱救 如果搞出人命呢 我就抓那只老淫婆去衙门打他一刹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他儿子就死在这个老淫婆手里面 但是他就捉不到 而那只猫呢 就吓着官哥的时候 当然我估计那时候不是致命伤来的 潘金链又不再抢 所以这系列的事件里头 潘金链和老淫婆这两个元凶 都隐藏极之心 没有人会去追究他们的责任 那么追究谁呢 当然追究那只猫 因为那只猫才害死西门官哥的罪灰祸首 所以书里面是这样写的 说西门兄见到儿子死了 哇 即时就跳起 五撞气冲 不由分雪就去找那只猫 走到走廊 西门兄见到那只猫蹲在那里 他心头火起 一手就戳了那只猫 照着他的石灯就打下去了 啪声一下 那只猫头壳都爆了 那些老张就飙了出来 连两旁猫牙都掉了 唉 正所谓不在阳间 琴鼠号 却归阴府 就作狐仙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在金瓶梅当中 在金瓶梅当中 说到看上老 看上水平最高的就是那个吴神仙 他帮西门兄看上的时候 算到他说晚年有两个儿子帮他送终 而永福智的长老当时对西门兄说 诸佛菩萨已经作了证明 官人你将来有贵子难宣 端言美貌 做灯祸甲 而我们先前所说到的玉皇冠的那个吴道官 收了西门兄的儿子西门官哥为徒弟 叫吴应元 又消了189度的香表 捉他就长命百岁的 还有一个尼姑就印造那个陀罗经 就五百步 讲到说这个西门官哥 有万金之躯 有很大的佛力保护 那么诸佬神佛 全部都去保佑这个儿子西门官哥 结果呢 潘金链在不动圣识之中 将这一班这样的佛家道家的高手 全部掩抵 就算说得怎样好听也没用 这个就是事实 那自从李平儿的儿子死了之后 李平儿就心痛欲绝 每晚发梦都见到花子虚过来找他追宰 弄得多弄 他就救病复发了 西门庆见到这样 那就先后就请了四个太医过来帮他看病 他这个救病到底是什么病呢 按照传书的情节以及内容去推断 李平儿得的是严重的苦科疾病 当时西门庆请了几个太医回来帮他医 但是医来医去都没什么效果 后来就有人推荐 说有一个姓任的医官医术挺好的 既然有这样的医生就请吧 任医官是一个级别比较高的太医 这一天来的时候 使用他喝酒喝得太多了 站在马上变成鸭工 几次都差几乎跌落马 很不容易就来到西门庆家 一进门就说 前几天 王力部的夫妇也是这种病 和你夫妇很相似 当时我就开了三剂药给他 吃完三剂药之后 他就平安没事 当时他就送了很多礼给我 我说不用了 送什么礼 这么客气 他就是要送礼给我 那我也没办法 他除了送钱钱给我之外 他还做了一块匾给我 这块匾上面写着 如衣神述四个大纸 你这就这样 钱那里就随你心意 你最重要的就送一块匾给我 就这样说 好了各位 今天时间又到 欲知后事如何 就车听下回分解